古董局势产生剧烈变化 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进驻 俄国总统普丁在全国演说中宣布 承认对内刺客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主权独立 然后签署法令 并且马上以维和名义派兵进入该地区 普丁这项举动招致西方各界的抨击 英国美国以及欧盟纷纷表示 采取制裁的行动 事实上这两天美军已经在东欧 升级军力的部署 美国空军在罗马尼亚进行空中防御演练 准备随时因应紧张局势 法国总统马克宏最为愤怒 公开指责普丁违反协议 而由他牵线的普拜高峰会 有可能会泡汤 普丁承认乌东两地区的消息 传出俄罗斯的股价暴跌10.5% 创下2014以来最大单日的跌幅 国际石油基准布兰特原油 上涨2%到每桶95.39美金 而一路上升的金价 也有可能在短时间内 一样斯飙破2000美金 乌东地区原本政府均与分离分子之间 就炮火不断 现在俄罗斯正式派兵进驻 要是插墙走火的话 恐怕会给俄罗斯正式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